為了感謝會員與僑團一年來的支持 巴西臺灣商會舉辦了迎春聯歡晚會 近兩百位會友來賓 僑領們應邀參加 晚會中大家欣賞青商會的表演 度過了歡樂愉快的夜晚 巴西臺灣商會迎春聯歡晚會 近兩百位會友及僑領們 互相聯誼畫家常 氣氛相當熱絡 在私宜會議的引言下 晚會正式開始 首先會長廖青傑致辭感謝一年來 文化中心各位歷任會長 顧問李堅士會友和各位僑領的支持 讓會晤圓滿完成 我們藉著這個稅末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商會會員 還有我們僑界的代表 在這邊聚會 互相祝福 迎接新的一年 希望過去這一段時間來的不景氣 我們期待明年會更好 每一個我們的台商會員 我們的所有我們的僑胞都能夠在新的一年當中 有大大的發展 祝聖保羅辦事處長王啟文 接著盛讚巴西台商會 積極促進台灣跟巴西商業往來 不遺餘力推展 集貿外交 臺灣商會成立到現在二十幾年的歷史 一向對我們這個僑社的工作是 的推展是幫助很多 臺灣商會的性質主要就是由我們一些僑商 在這邊從事事業的一個組織 文化中心李鴻文主任表示 台商會是僑委會非常重視的社團 鼓勵大家在海外打拼之餘 能互相交換生意經驗 並留意出門在外的自身安全 在貴賓們分別致詞線上祝福後 大家享用豐富美味的菜肴 並觀賞青商會青年們所帶來的精彩演出 首先登場的是張家國 周首惠 葉詩梅 演唱優美動聽的中文歌曲 歌唱中也穿插眾所期待的摩采 獎品豐富 首獎是液晶電視機 大家抽得興高采烈 在歡聲笑語中 路過一個愉快的夜晚 臺灣宏觀電視 廖士餅 巴西聖保羅 採訪報導